我给他们力量,我给他们光,其实没有,其实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他们让一个就是特别平凡无奇的小男孩,能够慢慢成为很多人听过的歌手 光环之下,各位初看这个名字或许会觉得有点懵,这是什么?各位应该知道人物,或者说是纪录片 2022年新浪娱乐重磅策划光环之下,为各位讲述光环之下的故事 在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光环之下,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各位讲述的是周深的故事 在视频里面有着这样的一段话,从一开始我唱歌,所有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男孩子是这样的声音 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声音好奇怪,无法接受,或者听那些暴行的话会觉得很难受 就当后面你会发现,就是自己好像特殊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武器 所以就是我觉得武器可能就是不同吧 这是周深最早期的时候收获最多的评价,你的声音怎么是这样子的 在周深之前,整个华语乐坛是没有这样的存在的 在主流音宗晚会上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 也是因此,周深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 各位如果从中国好声音时期就开始关注周深,就应该明白 那个时候的周深,声音特点已经足够突出 但是收获的差评远远大于好评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当初世人就对这种声音的接纳程度如现在一般 恐怕周深就不会早早的被淘汰了 当然,结果是好的,周深挺过来了 因为一首《大鱼》 这里始终还要感谢一些《前蕾》 没有《前蕾》就没有这首歌曲 周深固然还是能够活起来 但是时间可能就要继续向后了 而且谁也说不准 如果没有《大鱼》的话,周深是否还会坚持下去 还是否会对自己继续有信心 再说周深的个人态度 在预告片里的时候有这样一段 在录音棚里周深演唱的时候 表示唱错了一个字,然后重录 倒不是说夸这样一个行为 而是这一段想要的表现 其实是周深对待演唱的认真态度 周深和很多的歌手不同 不是说只在副歌部分细节处理好就行了 而是在主歌部分也有刻意的去控制情绪 控制气声强弱,让主歌部分更有张力 这种细节的设置是需要一个认真的态度的 而且也需要热爱音乐才行 最后是外部的声音 这一些劝我的话或者让我放松的话 其实是大多数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其实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外部声音教周深去做什么 很多时候是没有意义的 他自己清楚地知道需要什么该做什么 唱歌不应该是麻木的 如果失去了唱歌的乐趣 那么也就再也唱不好歌去了 唱歌对于周深来说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而我们作为粉丝 其实只需要等待周深进步就可以了 周深的唱功只会越来越好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责任 有一次是在学开车的时候 有个我们的教练 他就说我特别喜欢你的 《渴望遇见》那首歌 我就震惊了 因为我一直因为我录的那首歌 是没有什么人听过的 他说那首歌很好听 原来我真的录的每一首歌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角落 我不知道的时候陪伴哪一个人 然后我也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个好像也是自闭症的男孩 然后谈大鱼 那一下我觉得 就看着看着你就流眼泪 我也只是很努力地在完成自己的事情 但是却这么幸运地给了别人很多力量 我觉得我要去为他们保护好自己 做好自己 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永远可以从我这里 汲取到无限的力量 去让他们生活得越来越好 然后越来越开心 跟我一起哦 3 2 1 生日快乐 很多时候 我身边 5 5